大家好,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关于海参宝测不准原理的实验 实验中我们将绿色的雷射光照射在屏幕上 过程中通过一个可调控距离的狭缝 通过缩小狭缝距离观察雷射光在屏幕上的变化 一开始随着狭缝距离变展,光点的两侧被狭缝挡掉了 屏幕上的图形从圆形变成长条形 随着狭缝越来越窄小,屏幕上的图形变成了绕色图形 这个时候,当狭缝的距离越小,中央的亮纹变得越宽 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用海参宝测不准原理来解释 在海参宝测不准原理中的公式告诉我们 Δx乘上Δp大于等于4%h x代表粒子的位置,p代表粒子的动量 Δx就是表示粒子位置的不确定度 而Δp则是表示粒子动量的不确定度 海参宝告诉我们,Δx乘上Δp必须大于等于4%h 所以在实验中,当我们把狭缝距离调小时 表示Δx变小了 也就是我们能够得知光子在通过狭缝时的位置越来越精确了 与此同时,因为不等式的关系 光子在Δx方向的Δp势必得要变大才能满足此不等式 这也是我们在观测微小粒子时的限制 若我们对微小粒子的位置观测越精确 则我们同时能够观测到的粒子动量就越不精确 反之,若我们对微小粒子的动量观测越精确 则我们同时能够观测到的粒子位置就越不精确 以上是我对海参宝特不准原理进行一个较为粗浅的解释 谢谢大家观看